民进党前立委蔡同荣过世 去年12月18日 因为出血性脑中风 紧急送医开刀 虽然不断有至亲好友 前往探病祈福 但住院第25天的凌晨 仍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于台大医院平安辞世 享受78岁 中风住院25天的前立委蔡同荣 1月11日凌晨0点10分 由台大仪式宣布 因多重器官衰竭 享受78岁 蔡同荣临终前亲友 也特别播放她最爱的歌曲 包括黄昏的故乡 勇敢的台湾人 直到蔡同荣平安此事 日前蔡同荣的两位女儿 特别从美国专程回台 探望父亲 了却蔡同荣一桩心愿 她过世时 竭力超过半世纪的妻子蔡立荣 外甥女 以及几位至亲好友 一路相伴 直到蔡同荣离开人世 至于两位女儿 则先行反美处理相关事情 去年12月18日 一向身体硬朗的蔡同荣 惊传在家中突然无法动弹 送医急救 诊治发现脑中风 导致大量出血 开到住院 这段期间 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等 绿营药角 纷纷前往医院关心 路易特退一官兵 感念蔡同荣协助争权益 也特地为她挤起起 这位对台湾民主 多有贡献的政治前辈 女士长辞 蓝绿政治人物都表示不舍 哀悼之意 周一 家属将公布告别式相关细节 让更多人能缅怀 蔡同荣对台湾政治发展的付出 新团定是综合不到